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次去介绍美食 最轻幸就是遇到一些已经传到三代以上的当主 能够传到三代的美食 真是不简单 因为饮食是一个非常难持续的行业 它是其中一个转手得最快的行业 不,更惨点 你有没有觉得你曾经几个月干顾过那些餐厅 突然间就没有存在了 其实是很多因素 我们就没有说那些差的了 有些要结业因为没有下一代接手 有些因为厨师扭计走了 但是最惨的就是业主不愿地加租 换句话来说,赚到也不够交租 说起来做饮食都是要靠点命水 就算你的东西多好吃都不一定成功 但是如果不好吃就一定失败 正所谓好吃的话 你的价钱多贵,人家都会来排餐猛 如果不好吃就算免费都无人吃 当然一个招牌要做得成功 是一定要保持食物的水平 味道要一致 我们就来看一下成功的快餐店 举例McDonalds与KFC 你在KL吃过和在东京 纽约吃过的味道都是一样 这些就是叫Consistency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断地创生 所以我很欣赏本地的老字号 传到有些创意的后代 就将它发扬光大 举例和奶夜肉干 南香海南鸡饭 和唐鸡海南个B店等等 进回正题 我们今天来到Bandai Remis 班台是一个靠近海边的渔村 位于曼中山 你可以说它是坐落 Stiawan-Yu-Sembang的中间 这个村子都算多深 只是由1940年成立 据称Rames的名字是由一种灰色的佩蕾以得来的 它都是位于Sungai Bras的河口 据称以前有很繁明的印度街景 是在这个港入口 这里的经济不单只是靠营业 它都有出产树胶、棕油、米和甘蔗 以前附近这里 都有个很大的石矿场 虽然70年代石矿的价钱都大跌 而且都挖到七七八八 但是矿工都没有放过这幅地 继续挖正下来其他的矿物 终于在1993年10月21日 因为角度太接近大海 就发生了一个大山崩 结果整个石矿场都埋在海洋 幸好有个员工的反应快 警告百多个工友安全离开 电视所有石矿的活动都停下了 不过你不要给这个大山崩的消息 令你想到斑台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其实它是一个很优雅的地点 它有几个很美的沙滩 一到周末就人头涌涌 很多电影的外景都在这里拍摄的 本来这一集我是要采访Stair One 因为我有位当地的网球朋友Liu 有收集一个名单 让我逐间逐间来做介绍 但是不知为什么Waze 带了我来帮Diramis 那么将错就错 我就先介绍斑台了 其实最大的原因 不是来介绍美食 而是要来二宝参加我大寇的大生日 因为斑台过来二宝 只是四十五分钟的路程 那么介绍帮台都算就脚 我的大寇是在海外天酒家 请几个亲戚朋友摆五围台 都算有点巧合 十五年前我的外母的大生日 都是在这里摆酒 虽然我们时尚在二宝 都有江顾民众酒家 东海鱼翅酒家 和华仔酒家 但是要做大生日 当然是选择二宝最有水平的海外天酒家 很奇怪 他们的英文名叫Overseas 因为在字典就没有这个字 正确的字眼是Overseas 可能是风水的关题 店主就要拿走的S 吃了这么多年 他们还是一样保持原有水准 D如翅还是一流 蝦还是大大只 蟲还是最新鲜 蟲还是最新鲜 不过我觉得他们没什么新意 十年如一日 在二宝没什么竞争 还可以维持 但是在KL就要做些创意 否则就迟早都会被淘汰 好似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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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居多 一般都是福建和潮州人 虽然这里有很多海鲜 除了在沙滩那里 都是马拉当 一般华人海鲜 都是夜市的 如果你不想吃东西 都可以来吸一些新鲜空气 欣赏一下风景 亦都可以来买一些最新鲜的海鲜 价钱都挺合理的 这一集我就是来采访街头美食 希望这个介绍 不会令你们失望啦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无分先后 我们来尋找八大蕾蜜 最棒的美食啦 每个游客来到班牌蕾蜜 都要吃他们的咖喱面 它不是一般的咖喱面 而是海鲜咖喱面 这家名香海鲜咖喱面 是整个班牌最出名的 以前这盘生意 是姓郑这家人的阿姨 从1988年开始 原名是叫阿琴咖喱面 可惜因为冲突就搞到分开了 郑小姐强调 他们的咖喱面是有改良 现在是完全没加咖喱粉 我不知道以前它的味道是怎样 但是今天我吃过这碗海鲜咖喱面 真是一流 里头是有落虾、腐竹、猪皮、两种鱼 你都可以选择鲨鱼甜 来到这里我建议你没喝汽水 因为他们冲点茶都很棒 在镜对面就是这家触脚勒沙 这档勒沙是位于一个住家 这位来自美兰的当主 JoJo 只是经营了四年 但是都吸引不少游客 虽然JoJo嫁来马来西亚都这么多年 但是它的秘方一直都有保持美兰厚味 话说以前我做老师的事 都有接触很多来自美兰的学生 他们说KL的街头美食 绝对比不上美兰那些 这碗阿参勒沙真是挺特别 不像我们是有落蛋、鱼饼 和大大块的阿参哥 我太太说这碗阿参勒沙 是她吃过最正的一碗 汤酸得你又鲜甜 最满意就是她们的勒沙粉 比一般更有口感 你不要看它们这么乌味 这里还有很多正食 因为这里是一个渔村 不用说它们的海鲜是最新鲜 而且它们的海鲜很多地方都吃不到 我这么大个儿子都没试过这个炸炉丝 它鲜甜不得止 而且脆到连骨都可以吃完 还有这条阿参虾 真是正到赞得住口 每一只虾都可以吃到原汁原味 真是很久没吃过这么新鲜的虾 不得顶 如果你想吃甜品 那你就有口福 家人他们的红豆饺和雜雪 是整碗村最正的了 我的血糖这么高都不怕死 每次去二宝 都是肯定来鲜参食它们的红豆饺 事关是二宝最好喝 佐佐的红豆饺 真是可以拍得住它们 好够浓 又不会太甜 这个雜雪都没得顶 杂料是落到足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们有磨碎的花生 吃到非常有口感 第二道是吃不到的 我们就走到这个村的街场 在这家圆天上帝庙的对面 就是这个食堂 虽然这里是有几档美食 举例阿参勒沙、鱼杂雪等等 但是我刚刚吃过 就不想试同一样东西 不过最受到我的注意 就是这栋榴莲了 真是便宜 猫山磨 只是三十五元一公斤 可惜我开了我太太的车来 不想整臭她的车 没卖到 我们走乐点 来到这条街 有集中几间个B店 其中一间就是 品香茶餐室 据称每个旅行巴士来到班台 都肯定是干顾他们 这间个B店都有五十年历史 传到第三代 姓王这家人 仍是亲力亲为 很多档口都是自己做法 举例 茶水、肉骨茶、湯面食 和云吞面 这档云吞面 是他们的媳妇打理 我不是有说过 马来西亚人吃云吞面 都是吃干拌的 这都不是例外 我喜欢他们的云吞面 家人又放猪肉片 蛋雅 又拌得好入味 一楼 第二个美食的家人 有提供的就是 Bakutte 每个城的Bakutte 都不一样 不过我都是觉得 巴生的味道可靠些 这档肉骨茶不好吃 我就未知 但是看到的 露水食物 令我特别开胃 如果巴生的肉骨茶 有提供它 就发达了 姓吞的家人 是潮州人 怪不得 他们有提供这道菜 第一样东西 我要试的就是 炉猪肠 如果不好吃 其他都不需要试 果然没有药 我失望 味道一流 不会输给自己那些 虽然这个肉骨茶 不是潮州味 但是都很好味 没得顶 吃过他们两道菜 都不差再试了他们的面食 另外这位黄先生 是负责做面食 虽然现在 我是饱到上颈 但是看到的料 那么新鲜又丰富 当主说 我不需要吃麦粉 可以只是吃碗料了嘛 我就叫他介绍 他们最圆满的羊料 看见他用那么多料来炮制 这个汤 应该是鲜甜到没得顶 果然没有介绍错 这些羊料 是我吃过最新鲜的 也都喝到 淡淡最鲜甜的汤水 完全没有味精的感觉 在这个哥比店 还有几档出租的美食 其中一档就是炒鲜甜 这位当主陈女士 只是开了四个月 但是都炒了鲜甜有25年 可能平时最容易做的美食 是最难做得好吃 尤其是炒鲜甜 每档炒鲜甜的材料 都是大同小异 要炒得好吃 完全是靠经验 每一个步骤 都是用多年的功夫 我问当主 你没有炒了鲜甜这么久 有没有失水准先 他说如果我吃到不满意 他不收钱 听到他这么有信心 我就要试下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博气十足 而且吃到很多虾 来到这间个宾店最后一档美食 就是小炒了 人家问我 到底小炒和大炒有什么分别 或者可以这样居分 小炒都有提供炒粉和小菜 但是大炒就有用蒸籠 一般是用来蒸鱼 而小炒就没有 或者叫他做大排档 会清楚点吧 那起码去大排档 你就知道什么菜式都能吃得到 这位当主 寶先生 都有35年经验 以前 他也是在KL开始 怪不得他的广东话 说到这么厉害了 我叫当主 介绍他最拿手的菜 他建议我吃公补奶尿虾 哇 吃过这碟这么正又新鲜的奶尿虾 不用试他的炒粉 都知道好夜 想不到在这么小的村 都能够吃到这么正的小炒 好 我们现在饱到不动得 在个B店休息了半个钟 至今年去拿车 想不到被我们发现到这档炸料 这档小饭是围于一间一百年的住家屋 圣林这两姐弟是第三代接班人 这档炸料都有五十年历史 他们的炸料都是新鲜在那尾炸出来 上一集我就没机会吃到炸年糕 今天我几大都不可以错过 可惜他们都买到七七八八 好彩啊 让我看见剩下几个炸年糕 我就马上拿走了 除了炸年糕 他们也有提供咸煎饼炸香蕉 炸猪糊糊等等 炸料的确是很好吃 特别是炸年糕 外面是吃不到的 炸 gente 炸人 王牛 кому applicable 炸人 不颜悶 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